來,各位老闆,我是傑昂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上星的伏肌 因為最近很多人在挑選這個入門的基調桿 那介紹呢,這邊來推薦一下我們台灣 Made in Taiwan的這個上星 這個Eso Floating 伏肌的部分來,我們來看一下,拍輕一點 它分別有1.5號18尺 還有2號18尺 但是2號18尺目前缺貨 然後它也有做到3號15尺跟3號18尺 但是目前的部分呢,為了要推廣 我覺得說2號15尺跟1.5號18尺 就夠我們推廣使用 OK,我們來看一下它整體的部分 來,它設計得非常的漂亮 真的就是有我們台灣的感覺 就是說呢,不管是這個精緻的部分 或者是說,老實說啦 這個人體工學握把 就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然後呢,它這個上星的部分 我們都是電話報價 沒辦法網路報價 所以你們還是要打電話進來 037-460-508 我們是聯合調劇主軟店 然後我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JDL的乾帽 JDL的乾帽呢,其實在一般的市面上呢 它就屬於比較有質量 所以價格比較高一點的乾帽 然後它的這邊設計是這樣 OK 然後它的斜口珠我們仔細看一下 比較厚實 跟一般的斜口珠不一樣 它是做這種 橢圓四方厚實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整體的 延展的調性 我手上這一把是 1.5530 好 它雖然沒有對準線 但是我覺得說 新手的部分啊,練習 拿來練習 對準 自己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基座延伸出來的 這個對準線 這個因為沒有對準線 拿來練習是最好的 那你們會說 那個價格的部分 價格的部分 當然嘛 它這個是採用日本的頭類探布 下去製成 所以它的價格 你說會便宜到哪嗎 來看 拍一下排價 拍一下拍一下 這些價格 排價的話貨到付款都免運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們說 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來建議參考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好 來我們現在做一個來 拉力的一個測試 新手往往 往往中魚的時候啊 我們現在這樣提著吧 對不對 這種 像這種力道 我們來講啊 台灣上星比較可以做得到 OK 我再往前擠 看一下我這邊的手 我稍微呢 往前給它擠一下 有沒有 它出現的力學又不一樣 大部分一些 比較平價的基調竿啊 其實啊 比較平價的基調竿啊 就像剛才這樣一折就斷了 我老實跟你說啦 然後收竿子的時候 我這邊還是友善提醒各位釣魚 這個 稍微這樣子 輕輕一轉 它就收進來了 不要很暴力去這樣子 去撞它沒有必要 它就是這樣子輕輕轉 它就進來了 啊我這個視頻是要跟新手說 就是說入門的話 也可以挑選上星 因為不一定說只有核心的選擇 因為最近核心的視頻 讓品牌都是好事 啊這個視頻給大家參考 有喜歡你們也可以來電 然後如果說喜歡我們介紹的風格 你也可以點個關注 點個讚 點個分享 感謝你 我來看看 有 有